今年冬天的第一波寒流 后天就要报到 事项局说呢 虽然这今明两天的温度会回升 不过明天晚上开始 北台湾的温度将会从18度一路下滑 到了后天清晨会降到15度 到了晚上还中部以北呢 更会下探到只有8度C 不过呢 虽然说天气比较冷 不过呢 双子座流星雨 今天晚上就要登场了 我们也提醒您呢 如果要出门看流星雨 千万千万要注意保暖 轩烂流星划破天际 号称年度三大流星雨之一的 双子座流星雨 14号即将登场 预估一小时最多可看到120颗流星 平均每分钟就可看到一到两颗 我们这个双子座流星雨的话呢 大概就是从今天傍晚入夜之后 一直到明天天亮之前 还有我们刚刚讲就是说明天晚上 入夜 傍晚入夜之后 一直到后天的隔天早上 天亮之前 那这两个晚上都是适合看双子座流星雨的时间 14号晚上8点是流星雨最大值 专家建议最佳关心地点 北部推荐阳明山 中部是和欢山跟大雪山 南部则是阿里山 海拔超过2000公尺 能将光害降到最低也能看得更清楚 但提醒您出门看流星雨 要多穿件外套 受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 13号清晨 最低温在宜兰只有12度 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 今天持续影响着我们 所以在北台湾一整天 都还是感觉比较偏冷的状况 那中南部地区 早晚还是比较 气温还是比较偏低 那这波 在明天清晨将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在台南以北到宜兰地区 清晨还是有可能出现 12到14度左右的低温 那花冬大概可以来到14 5度的低温 强烈冷气团影响到14号清晨 白天开始温度渐渐回升 但16号又有新一波寒流报道 预估北部低温可能下探10度以下 提醒民众外出要做好保暖工作 小心寒流来袭 优电TV菜品如程见良 台北报导